好 交通事故带来看到11号清晨四点多 一名年约29岁的张姓男子 开着轿车由西向东行驶 在经过花莲市中山路一段203号的巷口时候 整台车是突然失控偏离车道 直接是撞上停放在路边的三部轿车以及招牌 索性并没有酿成严重的伤亡 路口接着器清楚拍下远远一辆车 开着大灯直冲路口 思考没减速 先撞上了路边招牌车没停 又继续往前冲 撞上路边停车 换个角度看 零件杂物四处喷飞 旁边那个早餐那个糖棒 它今天休息 旁边那个 这辆车是我们楼上的 车边那一栋它有两台车 都被撞到了 而且中间那个洗煤撞得很严重 重回现场当初用来压招牌的轮胎 喷飞路边 招牌也变形倒在路边 耗制牌也被撞到 原本的路边停车也被撞上人行道 车尾严重凹陷 闲见车祸发生当下 撞击力道有多大 事故就发生在11号清晨4点多 现役居人开车回家途中 经过花莲中山路一段 车辆失控 接连撞上路边招牌 还有三辆路边停车 行进路口时 车辆一次失控 碰撞路旁店家招牌后 在另外碰撞三辆 停放在路边的汽车 驾驶身上多处擦伤 意外发生后 驾驶头部还有四肢多处擦伤 意识清楚送医 九侧为零 疑似因为车辆操作不当才酿货 正值清晨时分 没有酿成重大伤亡 事故原因还有待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